大家好,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人的好奇心 以及对任何事情有新鲜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这个引起这个话题的理由呢,是这两天 大家知道这个妻妹啊,她为了照顾我,我用腰不行 跟我到了挪威,来了以后就每天的问题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问题 像是在路上看了一个,出一点点太阳 其实温度并不高,这十几度 挪威男人在光着身子,这个牵着一条狗 满胸都是胸猫 他就问我,他说,哎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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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欧这些男人啊,跟他们滚床当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个这个这个有气味啊 我说我怎么知道呢 对吧 我也没跟男人滚滚床 男人在这里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啊,也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嘛 对吧 总之他就是任何问题都问 后来我想想了这个 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人 啊 就是到任何新的地方啊 什么事情都想知道 对什么都有好奇心 对什么都有新鲜感 啊,这是根据人是不同的 我还记得有一个 呃,也是有一个我们湖南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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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美术的一个女孩子啊,跟那个欧洲人结婚了 生了个孩子,这个孩子跟着妈妈讲,学来讲一些中文啊 也是,为什么,为什么,什么都要问,为什么 啊,为什么爸爸妈妈相爱就有了我呢 啊,爸爸妈妈相爱就在一起,怎么怎么啊 就就就就就,上帝就给我一个 他说,那什么玛利亚怎么也没有男人 他怎么可以生孩子呢 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啊 他其实就是变成了哲学家 OK,哲学家就是寻求世界万物的最终的那个疑问 啊,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啊,人活在干嘛 人是从哪里来的 那死后又去哪里 啊,等等等等 所以呢 这个有好奇心啊 对什么东西有新鲜感呢 这真的是一个人的这个这个质量问题 啊 就是说我们平时交朋友的话 当然因人而异啊 因人而异 但有些人他本身他自己就是对什么东西都 这个与我这三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有什么关系呢 他总是问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关我的事吗 啊,这样的人的话 他就是一种无趣的人 没有没有什么 他就是猪狗般的生活 就是只要有口饭吃啊 这就可以了 但是有些人他不一样 他就是对世界万物的活着就是好奇 就想知道啊 哎呦,这个树他能不能听得见 他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树有没有感情 这个旁边跟树 这个他的太阳 他会不会有意见啊 他会提出这种各种各样的 像我们小时候就喜欢问的 天上有没有神仙吗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 首先是你自己要这个就分析啊 自己这个很重要 你是不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 啊 比如说我的话 我不是说对世界万物什么都好奇 我是有选择性的 我对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音乐啊 比如说文学啊 比如说神学啊 哲学啊 这些东西 尤其是神学 那我是如罪如狂 我想问到底 但有些事情 我真的是没什么好奇心 你说你这个饼是放了手刀粉 还是没放手刀粉 还是怎么样做成的 我这个好奇心是没有的 哎呦,这家店吃了面包 为什么跟那家店吃了面包 不一样呢 他在自己的固执中间 有什么不同呢 这些我真的是不想知道 所以人跟人它是不同的 但是你有没有好奇心 对吧 你对哪些方面有好奇心 这样你去寻找对象的时候 寻找朋友的时候 这个爱情有时候是 是悲剧是这么产生的 就是爱情它就是一个荷尔蒙 一个男的看着一个女的 他长得漂亮 或者是也不一定要漂亮了 就长得合自己的口味 或者就是前世有缘的那种 他就爱上了 就已经爱上了 有一两个人都年轻 又不知道自己的 我就是最开始讲的那个质量 结婚了 结果发现这个男的是 一天到晚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这个有兴趣 那个有兴趣 但这个女的他完全没兴趣 所以没有共鸣 两个人就搞不到一起去 所以说如果开始的话 能够冷静的分析一下 哎 这也就是为什么找媒婆啊 有些找媒婆 找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找红娘啊 她还是有她的一定道理的 这红娘还媒婆也好 这长辈也好 她经过了以后啊 她比较理性 她能够分析 她会说哎呀 张山啊 这个孩子啊 你是一个什么样 什么样 什么样 什么样的孩子 你去找一个老四八家 能过日子就行了 那么漂亮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漂亮好 手也好 灯一光 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这个人要实在啊 这个会做家务 会做什么什么 其实生活上 真的是这样的 你找了个漂亮姑娘 什么都不会做的话 那真的也是很上脑筋的 啊 我这个妻妹 她就是不大能干的人 对吧 用柴火烧饭吃 她要想试一下 就把她锅烧得很黑 所以她会连续的 这个锅子 把她不同的地方 把不同的地方弄脏 她就有这样的本事 我们哲学家说 这个亚里士多德 说 是斯科拉底说吧 这人不可能 进入同样的水两次 她可以进入无数的词 她讲到这样 我们两个都笑起来了 她这样的本事 就是说这个生活中 能不能干 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就属于一个 属于一个比较能干的人 哎 我看我录了没有 没有讲到半天没录 没事 我这个姑娘在这里念咒 我都白讲了 真的白讲了 看不就没录上 也就是 所以这个人在一起生活 就两点 你一定要 首先自己了解自己 那两个都不能干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那真的 这能干匹分在家庭的 在防防面面 很多小事情上面 真的 你跟一个能干的人在一起 过日子的话 那真的是很轻松 我在日本就有一个朋友 一个 也是我们湖南老乡 这个女的能干都不得了 那真的 她到你家里来 她明明是你的家 她就变成主人了 她会把这个厨房 什么的弄得干干净 她会一下子 她就变成女主人了 她在那厨房做饭了 做菜 她不一会 她饭菜做好了 等一下 她很能干 这个其实在一起生活 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一起出去玩的话 我以前也跟你家出去玩过 但有些人是很能干 有些人就不能干 比如说我是一个 非常能干的人 所以我跟 我跟那个 西宝牙的朋友 她是年龄上 可以说做我的儿子一样 就是这么个年纪 但我不是朋友 那就是由于我能干 一路上做饭吃 买菜什么东西 她都个也不管 她正好开车 找景点 那我就是管 吃这一摊子 我都管 现在这个 齐美跟我在这里也是 基本上吃的事情 都是我来管 她基本上就是 洗洗碗了 肚子打打砸了 对吧 烧烧火 当然了 她很爱干净 把她家里搞得干干净净 这个不是能干 这是属于肯干 这还是表演她 她属于肯干 对吧 虽然有件事情 我可能 半小时搞完了 她可能搞两三个小时 比如说烧个鸡 她可以说烧三个小时 还说没烧透 但是她肯干 这也是要能干 要肯干 同时她也有好奇心 这个人就是你 对我来说 如果没有好奇心的这种人 跟我是没办法长期相处的 作为一个朋友 比如说我在挪威 有岳老兄 这个名字就不提了 几十年的交往 是真的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跟的没什么 就是一份 算是亲情吧 友情吧 所以一直都保存了十几年 真这样在一起的话 那就没有内容了 你再一天 大概两三天 都没有话讲了 你讲的东西 她没兴趣 对不对 她还说 她以前是学哲学的 后来一问才知道 是学马力作业哲学的 学学什么变中法的 好吧 就随随便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 这个人生活在世界上 你交朋友要干嘛 要包括你自己 一个是要有好奇心 一个这个事情有新鲜感 这也是我在哪一年呢 我在日本的时候 上海七级学员一位老师 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叫古老师 他到日本来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 他说 哎呀 他说承担呢 他说你对什么都 还是保持一种 那种同心的那种 那种好奇心 跟那种新鲜感 这个很不容易 但是我没有太认真听 但是后来发现 他其实是对我一种 很大的表扬 很大的鼓励 和很大的肯定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对了 明后天我会到斯大湾 也是挪威 第二 第三大城市吧 去看一个老朋友 那也是我以前 在那里住过的地方 当时候沿路那风景 陪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耶 OK